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听过最可怕的两句话 前一句来自一个结婚十年的妻子 丈夫脾气不好 一吵架就动手打妻子 但是后又会慢慢道歉 请求原谅 后一句来自一个即将订婚的姑娘 每次发生冲突 男生总会摆出一副别反我的态度 不接女友的电话 不回信息 甚至突然失踪 等到女友心急如焚 快要崩溃才出现 当一个人对你动用了暴力或者冷暴力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都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伤害的背后只说明了一个问题 她不在乎你了 所以才能对你狠心 不管是暴力还是冷暴力 结合伤害你的人在一起 一个姑娘肠这么大 不是为了找个男人受委屈的 她爱不爱你 是很明显的 童话故事里 王子和公主总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现实里 不爱的就是不爱的 从爱到不爱 也许是一瞬间 也许是一天 也许是一年 也许是时 你永远要不嫌一个装睡的人 也永远阻止一个不爱你的人 所以 相信 但不要高估爱型的力量 人都是只有喜欢的东西才会特别上心 一个人爱不爱 你是很明显的 你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有的不在乎 所有的嫌弃 所有的冷漠 说到底 只是不爱了而已 当你不爱她 或者感觉到她已经不爱你的时候 虽然也许舍不得 虽然也许很难熬 但也要勇敢地选择离开 一段感情结束 你可能觉得天崩利利生命终结 但你一定要知道 感情结束带来的伤虽然痛 却终会让你更加成熟 也更加懂得感情 从而更好地经营人生 也认真经营下一份感情 终其一生 我们寻寻秘密 不过就是寻找那个能够一起欢笑 一起成长 互相依靠 互相宠溺的人 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好 一起幸福到老 所以 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吧 真正爱你的人 不舍得让你受委屈 更不会恶言恶于伤害你 相知相爱不容易 相互伤害多可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